那么女性外出呢要小心咯 那嘉义市的警方逮捕了一名23岁的偷拍之狼 嫌犯的手法是在纸袋上挖洞 然后把数位相机藏在里面 锁定穿着短裙的女性 尾随他们上楼梯来偷拍群体风光 监视器画面拍下一名男子穿黑色上衣 手上拿着纸袋 看见前方两名穿裙子的妇人 就鬼鬼祟祟跟在后面一起走上楼梯 边走边聊 聊得浑南忘我 偷拍的嫌犯就跟在他们后面 而且趁着上楼梯的时候在做偷拍 后方一名正义的女子目睹色狼全程偷拍 一路从地下道跟出火车站 女子见状赶紧上前通知被害人 嘉义市一名23岁的偷拍之狼 专门从彰化开车到嘉义市区寻找目标 锁定穿短裙的女性 趁着他们上楼梯的时候 尾随在后方偷窥群底风光 证明色狼在纸袋上挖了一个洞 再把数位相机藏在里面偷拍 警方打人时果然发现有多笔的偷拍记录 到各个超商卖场 以及书店来进行偷拍 一天之内就有16段的一个偷拍的影像 色狼看准炎炎夏日女性穿着清凉下手偷拍 被戴时还辨称相机是拿来检举无贼车的 但是相机里的影片全是偷拍女性的走光照片 嫌犯的谎言马上被戳破 周恩圣侯国文许与安嘉义报道